今天要去桃園看展覽 都是住桃園的人嗎? 不見得 感覺很有趣 很多厲害的人得我們出來 我們到達桃園展演中心了 今天要來看很多厲害的水彩畫家 謝謝,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剛好有人走掉 這我大兒子 有像 我兩個交到一起去以後 不是,不要像你 眼睛亮 別只像媽媽 你年紀有那麼大嗎? 我認識七個 是喔 我非常的老 是很早婚啦 哪有早婚啊 請你 好 好 謝謝 謝謝 桃園展演中心大勒 哈囉 嗨 我媽媽也來了 你們這麼早就到了 我早上就來了 10點多就過來 我們先過來準備這些 喔 我們還找了停車位找了一陣子 沒有停那邊地下室 好險 我們是剛好上面 什麼公務停車位 剛好有人走掉 對 今天應該很難停 因為很多人很多 我媽媽來了 我媽媽來了 喔 謝謝瓜 哈哈 有幾張很像我爸爸的話 我剛剛看了一下 看到了很多 增幾億的 先幫大家導覽一下 歐顏制 周韻順 這也喜歡畫十項櫥窗 周韻順 真的也都是 還有黑白調 海濕的 周景峰 阿比娃娃 秋雅蘭 這有點歐式的感覺 這張也蠻厲害的 它的細節 有些重複的一些剪影 而且已經輸掉了 成縣啦 嗯 賴天女 有看到很多藝術家 這張有人很喜歡 油文針 穿越之秋 這視節真的還蠻厲害的 油文針 有點像是重複曝光的一些記憶堆疊 這蠻有趣味的 有時候我們看畫不是只是看它的具象 而是在看它想表達它的一些概念 不同的像車流啊 車上的人 把那種焦躁的感覺都畫出來了 油文針蠻不錯 看這個也是一般的工地就這樣結束 不過它把工地跟好像似乎之後蓋好的房子 都堆疊在一起 有與無的交錯 讓人家覺得似是以非的感覺 我覺得很有意思 這張 這就是汪良元老師的 它的作品真的是 你看有一種光感 跟上次我介紹的那個 浮花沙龍的偶像 它就是具有一點歐式的一種貴族的感覺 然後它又是採用了它這種立體的 你看它 它畫不只是平面的 而是立體的呈現 它也是蠻有趣味 你看兩隻大象 有鳥 超級 許文春 李昭志的 台灣藍學 古曉人老師 古曉人老師 就是一種溫潤的畫法 郭淑銘 日與絲銀的作品 之前在福發沙郎也看過 九份有這種 用勾編的方式 水墨勾編的方式 還有他個人的特色 這張也看過 張宏斌 很綠 很多充滿綠色調的作品 這張婧斌 他的畫風蠻好的 他的細節 挺有細節 很細 可以看他畫草 哇 張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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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復弦 零劍沉的 不錯喔 零劍沉的 六秀球 王海花 不錯喔 他的渲染處理不錯 王海花 呂如生 這是很有未來感 切割放 櫻東梅 櫻東梅花的 不錯喔 櫻東梅花的也不錯 熊姜妹 馬樹霞 哈哈哈哈 笑死我 哈哈哈哈 鴻東梅花 鴻東梅花 黃雪霖 對 他把那個觀感 都表現出來 不是搞得不錯 鴻東梅花 又聊很久 鴻清 有 鴻清 中間 我看老闆來看這個節目 老是有的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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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有 有 有 這個布料 黃麗薯 喔這次有看過 畫鳥的 陳玉淳 這個樹 很肢節 你看 陳玉淳 菜香 書 書香針 書香針 不錯喔書香針的這個 有一點這種 抽象 線條 書香針蠻厲害的 好 張國洲 之前有看過 秋巧妮的 現在的照片本身 喔 越來越厲害了喔 這個 向陽而生 很像一個 有龍舞獅的感覺 很像一種祭典 但是他名字很酷 喬尼他的簽名 這個也很棒喔 他把這個 荷葉 荷葉 夏天協奏曲 荷葉的那種 好像有雨滴滴在上面的感覺 那種流的 細節 明暗都做得很好 這張我乍看還以為是謝民昌的 真的是很厲害 他的這個細節 燈籠 越來越厲害了 紅旗 濃烈魚的作品 看到了 這幾張還有 還有那個佛 宗教味 佛教 這是什麼 天主教 這是原來的中國味 他還使用一些貼花的方式 很特別 紅庭的作品 他是有點像 點畫的 很厲害的喔 就是柔柔的 很像毛髒畫的 他是細節裡面要做的 陳黃庭 不錯喔 很喜歡他的東西 這張紅明河也很厲害喔 輕輕的就 畫出了這個 明暗的感覺 紅明河 還有這個你看這個 背後有光達這兩個感覺 出了 紅明河 十八 他在賓館 有梅膠的作品 做完他的石頭的這個 線條會出來了 也可以這樣 不是一百就是我們在地的 啊因為我們補身裏長 就是還有這一塊 桃園水運 今天開幕其實很多人 六號的 會有經歷老師 來現場示範 72314 來示範 就是禮拜六下午 5點到4點 哇這次展覽的人 有這麼多 修理老師 真的 沒力五下午 可以 見到 那個 只能吃 那麗呢 就 那就 會 有 一 私營 專門主任 郭麗園 佳麗園 桃園市水彩化協會2022會員聯展 首先我們趕快來介紹今天舞會的會議 首先我們歡迎桃園市文化局專門委員 魏淑珍 掌聲 接下來桃園市運輪設施管理中心主任 陳偉鴻 陳主任 主任好 桃園市文化局文創委事科科長 郭俊麟 科長 科長好 接下來桃園市議員陳美媒服務處主任 陳文綺 主任好 接下來的主人家也是我們的主辦單位 桃園市文化桃園市水彩協會理事長 歐良元 理事長 也是我們學會的顧問 同時也是從台灣水彩化協會 還有榮毅理事長 我們的顧問老師 郭老師 郭忠祐老師 然後這也是我們的顧問 李宇智 李老師 然後這也是我們的 羅劇長 主任的主任 有在中間職務責任 以及我們的顧問 陳炳毅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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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還有我們的副理事長 陳世銘老師 這樣的辛苦 毛巾毛巾 還有我們的理事長 劉慶毅 還有我們的幹部 今天是張國中教授 教授好 接下來是中華亞太水彩協會 的理事長郭宗正老師 郭老師好 學生發展 印象創意系特座標授 謝謝林昌老師 謝謝老師 好 接下來是 陳世銘匯的理事長 趙小寶老師 好 老師好 台灣學者化學會的 製造長 劉達志老師 好 劉老師好 接下來是 桃園美術學會的理事長 劉維青老師 劉老師 謝謝你 歡迎桃園書寶學會委員長 羅尊老師 羅尊老師好 好的 我們桃園市水彩化協會去年才成立 而且非常的年輕 不過我們的會員來自全國各地 而且非常優秀的水彩化成員 所以陣容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堅強 尤其大家都非常喜歡水彩 因為水彩有一個特殊的魅力 怎麼說呢 因為它非常的透明 清透 而且這個流暢 輕快的視頻的美感 非常的自然 那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好朋友們 都非常喜歡水彩 所以他非常不在乎只是小眾喔 像今天的阿力老師 他是想從在網路上面分享他的水彩創作 還有水彩教學 所以在座的各位會員老師們 你們都非常的趕上流行 要繼續畫下去 所以郭老師 謝林昌老師 要退而不休 因為客員還很多喔 喜歡水彩化的人越來越多了 好 當然喔 喜歡水彩化 也需要正統單位的這個大力的支持 在桃園市場的團隊之下呢 文化局已經連續六年來舉辦桃園水彩的大展 也大大的提升桃園水彩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接下來呢 我們是用熱烈的掌聲 我們先來謝謝我們今天代表桃園市主團隊的桃園文化局 由魏淑貞為專員來代表我們一個熱烈掌聲的市主團隊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先有請幾位來賓先致辭 首先我們會請郭彌虎老師來為我們支持 今天的主人 翁陽元理事長 我們的友會 郭東正 郭兒總裁 劉達志 劉秘書長 還有其他幾位友會的這個理事長 大家午安 我站在這裡是負責來介紹這個畫位成立的過程 我並不是會員 我只是陪伴這個會從服到用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這個部分沒有辦法在作品上面呈現出來 但是我想透過我的形容 大家可以知道他創業鬼堅 大家都曉得台灣的水彩 在最近這十年左右 突然從世界的水彩畫欄上面 崩發出來 我們十年前左右 台灣出現了好幾個去參加世界水彩比賽冠軍 台灣的水彩畫圍突然就增加到 有三個畫圍都超過一百年 台灣的畫室突然都不交油畫去交水彩啊 台灣的畫漲 差不多是十年前的十倍左右都在漲水彩 也就是說台灣的水彩漲 也就是說台灣的水彩漲 突然在這十年之內 就不回統計 我估計到今天為止 喂 我估計到今天為止 我們台灣的水彩 在世界上的水者排名 大概跟我們的棒球差不多 就是應該就是在十年之內 台灣水彩在十幾年前開始光出來 可是老實講 桃園的水彩 台灣水彩已經發展了好幾年之後 桃園還是一片沙漠 中間有一個關鍵人物扭轉的這個局勢 這關鍵的路就是我們的桃園文化局長 莊秀妍莊局長 因為他的關係才有今天不只是台灣水彩化行為 而且是整個桃園水彩的這個發展 莊局長大概在五六年前剛剛上任 但是他看到台灣水彩的這個情況 覺得說為什麼台灣水彩已經發展得那麼好 桃園還不見動靜 所以他就找了我還有其他的幾個水彩的人 這個關係水彩的人 一起來討論 怎麼樣來發展桃園的水彩 後來莊局長討論過後 他就射出了三支箭 第一支箭就是活水 國桃園國際水彩場 他邀請了全世界畫水彩最高的十幾個國家 每個國家去找最重要的水彩畫家十幾個人 一起來桃園 跟桃園選出來的台灣最具有代表性的十幾個畫家 一起來開這個桃園國際水彩場 那個時候王進龍老師他也是來幫忙 然後這個展覽一開始就非常的轟動 我形容一下這個轟動的情況 我們曾經在有一場的示範 文化局擠進了七百個人 局長看到嚇一跳說今天是不是五月天要來 桃園文化局從來沒有那種情況 每個地方都戰狼的人 也就是說他一開始就轟動了 這個展覽讓桃園看到了 透過這個展覽看到了世界 然後也讓世界國際看到了桃園 所以一開始就給桃園局長一些信息 之後他射出了第二支箭 就是水彩的可能 桃園水彩邀請展 這個展覽是針對國內 但是不是針對國內的水彩明星 是針對國內一些畫得很好 默默耕耘很勤快的每天在畫 但是一直沒有表演本台的這種 中生代的年輕的畫家 莊局長每年邀請了三十幾個這種 年輕的畫家到全台灣各地去找 然後邀請他們到桃園來展示他們的作品 他給他們的一個條件就是你要畫 跟傳統不一樣的水彩 所以一年之內就有三十幾種不一樣的水彩 風格出現在桃園 也給年輕人很大的信心 對台灣畫坦來說也是一個震撼 然後連續舉辦的三屆 到現在為止已經累積了一百多位 這種中生代的水彩畫家 這個是水彩的客人 水彩的客人一開始 社展人找了高雄的黃明爵老師 今年九月份就要在我們文化局第一 第二展展市以及畫人舉辦第三屆水彩的客人 由翁陽元理事長跟劉文貞老師兩個人來策展 負責這些作品 這是水彩的客人 然後第三支劍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桃園水彩畫情會 這支劍是最難射出的 因為他不是單一的活動 他牽扯到一百多個人 所以我記得大概在四五年前 就跟莊區長在討論 從他的一些華麗問題 簡章的問題 繳會的問題 展覽的問題 所有的活動都要討論 我們也找了台灣 最重要的幾個水彩畫會的負責人 來組成籌備委員會 來討論所有葵花生的季節 因為他們很有經驗 像今天出席的中華亞派的郭忠正郭總裁 就是我們這個籌備委員的其中之一 然後這個畫會就在去年四月份成立了 大家知道四年四月會在台灣還有什麼東西成立 就是我們的COVID來討論 也就是說 桃園水彩畫協會成立的時間 剛好跟我們一起同時 所以一開始誕生就產生了 那裡不能去那裡活動不能舉行 什麼全部都被禁止的 可是這個畫會的幹部非常努力的 還是繼續的在推 所以現在經過了一年之後 桃園水彩畫協會 現在算是一歲多的小孩子 可是我們的疫情已經快要消散了 我的想法就是 我們用桃園的藝文打敗了我們的疫情 從現在開始 我們正要開始起步 可是那些敵人 已經慢慢的在衰退 我對這個畫會是抱著樂觀的態度 這個畫會大致上來講 它有幾個特色 我簡單的分析一下 第一個特色就是 它很人輕 它是台灣最人輕的水彩畫會 第二個 它的組成是台灣傳統畫會裡面從來沒有看到的 它沒有精神領袖 一般畫外都會有幾個很重要的人 當作領導 然後去號召一些人 這個畫會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一言九鼎 他講話大家都不能不聽的 那種資深的畫家 我們沒有水彩明星 我們沒有什麼專家 全部都是忠誠的 忠聲代表這種人所組成的 所以 你可能不太相信 他們所有的理監事 從理事長開十一到所有的理監事 全部都是公平的 公開的 完全沒有規劃名單 沒有給他們建議說 你要投給誰 也就是說這種裙帶關係 全部都沒有 所有的理監事 一直到最後一刻 跳投書來了 才知道 原來我當選的理事 原來我當了理事長 所以像翁良遠理事長 他是最後一秒鐘才知道 原來他被選上了當理事長 這個是很難得很難得的一種民主制度 他給這些幹部一個概念就是 你責任重大 你不是因為人員 因為什麼關係而被當選的 是大家眾望首輝把你選出來的 所以他們當選一年之內 每個人我看都非常認真的在揮掌這些業務 因為他對的並不是少數那幾個提拔他的人 而是所有投票給大家 這是這個畫會的特點 這個畫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的活動特別的多 我看他的規劃到現在為止 每個月都一定有活動 譬如說示範 譬如說演講 譬如說研討會 譬如說參觀展覽 每個月一次 外行的人可能搞不清楚這些東西 我簡單的說 我們桃園在下一個月就有一場演講的示範 參加的人每個人要交兩千塊 才能夠去參加那一場演講示範 可是你來參加桃園水彩畫會 同樣等級的活動完全免費 一年全部的所有活動都免費 這是很難得的 也就是說參加這個畫會是會讓你自我提升 自我進步的一個畫會 因為你可以參加很多很多畫會 還補充你能量的這些活動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這個畫會因為沒有精神領袖 不是少數幾個人小團體組成的 所以他不會互相模仿 每個人都花掌自己很特別的畫風 等一下大家去看看畫展就知道 一般我們去看展覽 都會覺得 哇 這是某某教授某某老師的學生的展覽 因為你們是什麼畫害人 是什麼人的這種功能 他完全沒有 大家各自表現自己 不受別人影響 這個在一般的畫會來說 也是非常難得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很高興看到 桃園有這樣一個這麼年輕 有希望的這個畫會 我給他極高度的肯定跟祝福 我是桃園人 我畫水彩畫一輩子 我很高興桃園會有這樣一個畫會 很可惜我年輕的時候沒有 我現在才會這樣子 如果那時候有我想我應該會收穫更多 最後 我有幾句勉勵的話 對桃園水彩畫協會等會員 跟他共享 艾爾蘭的文學家王爾格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這個世界上 漂亮的臉蛋太多 可是有氣的靈魂太少 我把這句話用在水彩畫上面 他講的其實就是 很多水彩畫家 太注重漂亮的一張畫 太注重技巧 我忽略掉 藝術本身最吸引我的地方 是他的內涵 是他的背後的故事 我們看現在的展覽作品 我們看現在的展覽作品 我覺得他就是唯一的缺點 所以我很希望 我們將來 我們畫會的走向 你如果能夠 臉蛋跟靈魂兼具 當然是受傷之前 可是如果沒有辦法堅固的時候 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 你寧可不要臉帶 而要有趣的靈魂 要畫一張有趣的屬於自己的畫 比畫一張漂亮的讓人家組長的話 我覺得還要重要 現在 翁良元理事長 責任非常重大 他壓力也很大 他的期望很高 可是他希望 大家能夠 團結一致 畫會剛剛成立 我也期待 這個畫會能夠 變成台灣很多 畫會的典範 祝福這個畫會 這個展覽 我再講一句 這個展覽是我 目前為止 全台灣最大的 單一畫會的展覽 以前從來沒有看過 像一個畫會 可以展出 將近三百張作品 每一張作品都是那麼整齊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紀錄 他不斷的在創造紀錄 我希望這個紀錄 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黃銘教授 文惠蘭老師 羅老師好 以及 這個 理事長 洪秀穎 理事長 理事長好 好 接下來 要介紹這支子的 貴賓呢 他的頭銜非常的多 首先是 中華亞太學會的 協會的理事長 待會兒還有台南郭綜合醫院的總裁 還有前院長 不過呢 他現在呢 最希望 也是最喜歡的家 稱他為叫郭老師 以及台灣優秀的畫家 我們來歡迎郭東正 謝謝 大家午安 午安 午安 桃園文化區的長官 還有桃園市水彩化協會的理事長 工理事長 還有 我們台灣水彩的精神學校 我們的郭明路老師 請各位 郭科長 郭科長 非常榮幸 在這邊可以跟大家說幾句話 其實 我一到場呢 就繞了一圈 我覺得 我們這個新的畫懷的程度非常的高 那有個的獨特性 然後 在一個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所以他應該是台灣的四大畫會中的一個畫會 不是三個畫會 都一個畫會 恭喜這個畫會的成立 那 我自己 也是 其他 三個畫會的會員 希望 有機會 我也可以成為 這個桃園市化協會的一個會員 這個第一層 真的 讓人家非常的感動 在這個 在這個 叫我們 胡環局長 還有 郭科長 還有 郭文霧老師 還有 王理事長 大家在能力之下 在短的時間內 可以 做了一個這麼成功的發展 真的非常的恭喜 謝謝你們 如私的精神也帶到了我們的藝文界 這一次我們的首輩會當中 郭院長也擔任我們的首輩部位 而且給我們非常多的指導和協助 再次謝謝郭院長 接下來介紹我們玄壯大學的 藝術創意創作的教授 謝謝郭院長 謝謝 大家好 好 好 要感謝很多人 因為 我們學校的話 一直這麼多年來 大放異產 我們非常的興奮 可是一直在各界 沒有受到一個資源上的 益助跟重視 那所以我在這兒 首先 真心的謝謝 謝謝 唐元長 謝謝 唐元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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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陳主任提供 這麼好的一個場地 真的 如果你能夠看到一個水彩畫會 能夠同時展出近三百張 而且每一張作品都相當有份量 這個是我有點活到今天 真是手近 可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心願也了了 說起此話 我深知水彩的 我從以前 我畫了四五十年的水彩畫 從來沒有想過去 離開這個圈子 因為它實在太好 我每次照相 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每一場 可是各位的了解 畫廊重視了嗎 沒有 藝術國廊會重視了嗎 也沒有 他們一次沒有機會 因為畫廊是一個商業的場所 所以大概水彩畫 我想我們賣得太便宜了 所以呢 他們無力可存款 那可是我們那麼精彩 還有一些 以前對水彩畫的一些 老偏見 已經留在了今天 所以我今天還是覺得 學彩畫 大有可為了 真的 今天能夠在這樣一個順調的場地 咱們 非常的興奮 好像兩人越前心願 他們終於被看到了 而有人願意提出資源來 使他更壯大 真的是非常感激 那剛剛我們郭博老師也講了 創意這個東西 我非常的開心 郭老師 我一直也在提倡 所謂的藝術就是 與眾不同 藝術可貴在不同而非相同 那這個的境界 在這幾屆的 不管是活水 或是國際水彩畫展 我們都看到了 我們都看到 水彩的可能 都看到 最強調的就是 人人不同 所以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個性 你是奇照的個性 你可以畫短時間的畫 你是做了做的個性 你就慢慢的 美是無所不能的 怎麼樣的表現方式 都會成生美 要看適不適合自己 這個很重要 我因為可能是 站在那位置太久了 我真的畫了很久了 有的人甚至問我 說怎麼樣可以 在水彩裡面成功 那麼這個圈子還蠻複雜的 我們怎麼跟媒體打交道 我說把你什麼都不用 你只要做好三件事 第一個好好畫畫 第二個畫好畫 第三個不管你畫得多久 真心覺得畫畫好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三句話 其他什麼 你就不用去擔憂 這個年紀 這個網路時代 你的好 一秒鐘之內全世界都看得到 所以要真正的本領 那當然 你只要真心想畫畫 才能夠成功 那麼長久以來 我在交換的時候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 他的畫拿出來 明顯的會看出 那是誰的影子 我都會跟他們講 你要是留住了別人的影子 那很簡單 你在替別人做廣告 因為沒有人看到你的畫的時候 他想不到是另外一個人 而不是想到你 還有 我順便說 坦白說 我真心怕別人學 學不到 所以我是無所保護的 這是真的 那我常常跟同學講 老師可以低無意識地教你 但是你千萬不要完完全全地跟我學 你從這裏面找到適合你自己 融入你自己 表現你自己 那就對了 結束是這樣 所以這幾年 因為這個創意 在桃園這邊 完全地發揮了 讓我非常非常的興奮 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 我還希望能夠做一點事 希望畫廊能夠改變對水彩的偏見 還有以後希望這幾年之內 畫廊某兩座裡面 水彩的成分 水彩的主戰的比例 會大大的提高 我想這個東西是一個 社會情勢的問題 一個文化性狀的問題 我們只要好好的話 讓大眾看到 水彩一定會受重視 那麼有一點溫馨的一個感覺就是 我真的真心覺得 我能夠待在水彩界 我非常的滿足 這原因就是 水彩界裡面的每一個人 其實我不管到哪裡 我都覺得畫水彩的人 與眾不同 他們不一樣 非常的謙虛 非常的樂於分享 而且在品德上 是比較高的 我自己覺得 當然不是說別人 別人 別人不高 但是 誰想見 就是這麼好環境 這麼好奇 那這個就是水彩會 大幫遺產 會成功 最重要 先活成一個 好的人 才會有好的藝術 先讓自己 變成一個藝術家 才會搶爭出好的藝術 這件事 與大家共鳴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老師 我們今天就過來 畫好水彩的三鐵 讓我們光好 再次謝謝建老師 接下來呢 剛剛我們也提到 桃園的這個 台灣的水彩 有所謂的三大化會 不過呢 注意喔 今天開始要畫一個說法 是四大化會 我們來有請 桃園市水彩化協會的理事長 歐良委員理事長 為我們支持掌聲鼓勤 歐良委員理事長 那個 現場有很多的貴賓 那個 我們這個 非常感謝 我們那個 那個衛專員 文化局長衛專員 包括 我們今天這麼優質 這個場地的一個 這個主任 包括非常 對我們非常支持的郭科長 還有我們的 那個 算是李投陽 那個郭貝福老師 也是我們的化會的顧問 還有我們那個 郭理事長 那個 遠從台南趕過來 當然我們的 我常常講說 現場是水彩教復 我說水彩教復不是化的好而已 你要懂得 為人處事 這個是我覺得很重要 一場所為人口的特殊 包括我們尊敬的那個 張教授 還有我們那個 陳梅 那個 是議員的一個 陳主任 那當然還有現場 還有很多的貴賓 那我覺得 也非常感謝 我們有企業界的部分 我們國際洋市長的那個 那個 李明志 李董事長 還有我們 那個 主持人家 那個 陳炳 我們陳總經理 那個 陳總經理 那個 郭老師剛才提到說 我們示範不斷不收錢 我們還可以抽獎 我們這次有辦了兩黨的一個 免費示範提供給市民 而且你還可以抽獎 除了抽獎之後還可以送化證 所以我們在桃園文化局 市長大業的支持之下 我覺得我們要回歸一些社會 所以以我們那個 算是最年輕的一個跨櫃 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首屆的理事長 當時學校我會有點憤怒 因為 居然我在學校失魂 老實講我的壓力也真的是很大 但是 我這一個心情 既然當上 你就好好把他整個做 這一任吧 事實上怎麼過 怎麼不容易 那個 我記得 剛時我們成立的時候 剛剛都帶你肯照 到現在已經半了 過一年多了 大家還是帶你肯照 剛才一大大會 已經跟我講 那個 理事長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心裡偶爾是 我真的看不出你是誰 但是看來明明知道 我知道 老實講 滿無奈的 我想 整個漫漫明明 正常的一個生活中 就是要大家比較 可以開心的這個 可以有一些活動一起 與更容易的參與 那 我總是有一個心情 我總是有一個心情 我一直覺得說 成立畫會要幹什麼 老實講 這是我唯一真的一個畫會 我認為成立畫會 不是說 我們一年大家來 就大拜拜 拜一個展覽 也不是這樣子 成立的畫會 應該是 邻居到家的一個共心 然後我們有一個 忠誠的一個目標 那大家互相學習 互相交流 我覺得重點是要進步 我們今天在展示的作品 不是說 誰的作品比較好 誰的作品稍微弱一點 不是暫底這個 你呢應該是 但是我才這個畫會 我得到什麼 我有沒有對我資深的一個進步 這個 我剛才不發情想 我覺得明年應該 舉辦幾個獎項 第一個獎項應該是 進步獎 不管有話哪 進步你就有獎 第二個獎項 我覺得要回歸社會 我們明年可以的話 大概A 我們能弄個意脈 把這個意脈的所得 我們可以拿一些文具用品 或是發洋用品 我們追給桃園社這邊 可以一起分享給我 我覺得這個畫會的存在 的價值 是在這個地方 我不是說 那個大家 這個風箱 我們辦一個展覽 也有過多個機會 而有 這個 我一直在思考 一個畫會成立的存在 這樣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是我覺得 滿重要的一款 那 在這個地方 我要特別感謝一個人 這個人真的是 非常的支持我們 那個 文化局的 教授委員局長 他因為現在目前 兵工出差 在國外 各位你知道嗎 都是這一個展覽的 一個Facebook的訊息 他PO的幾次 你知道嗎 多次 我有算過 30次 對 我整體算到 27次還是28 你今天要PO到兩次是吧 你看 我們都在盯得很緊 所以 其實這個是太支持 太支持了 太支持了 那既然 我覺得對我們這個支持 我覺得 回歸一個地方 回一個 我們要進的一個 地步 好 那 事實上我身為一個 半個討厭人 我父母現在住在 討厭人的福西路 雖然我在 在住在台北 在新竹工作 但是我算是一個 半個一個討厭人 我也深刻的發覺到 討厭事實上 在文外建設 老師講 我沒有看過任何一個 市政府或是地方政府 發了這麼多的心意在投入 所以我也慢慢感受到 這個 因為他們是所謂的光榮感 光榮感 這個是我覺得 他們這幾個 其實在這個 領導之下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區別的進步 那再一次 再一次 謝謝各位 與會的來賓 及我們那個 同心協力的這些會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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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說 你會的 未來的活動和戰會 越來越接 讚不讚 讚 讚 閃燈沒亮 好 還有三招 我們用這個 現在大家可以的 注意嗎 在7月16號 由阿密老師 提示日子 以及7月23號 第一次 翻臉來 我們欣賞 做失敗教學 有時才有 不停 有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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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青跟不暗 還有天涵 不要是對 因為中國道 有不停 然後很希望 一個顏色出去 背影 我很喜歡這個小 但是就很難找 好 好 也是 也是穿糖 對 不錯啊 不然會 吸收了 多 好 好 好 我這張其實就是 先用水墨打底 還有再報行 因為我現在在交使 所以我現在要去報行 所以我現在是試著想 就把這兩個名字 在一起 你水墨打底就先用 單色的黏暗 先報行 再上紅色 對 那 沒有 我是先用水墨 等於說是先水墨打底 然後我先知道一下 我哪邊要預留 然後 我再用收到袋 去做押音機 然後押音機 然後押音機 然後直接動 再上去 所以其實 顏色有點奇怪 其實是都可以啊 可是你的押音 不太容易刻出來 對對對 結果後來我就把 就 比如說像這邊 對 我就用 那些東西把它 對 對 因為我們 一開始的時候 試圖有一種 比較無意識的 對 有意識 無意識之間的 移動 提防輕鬆的時候 是有好處 嗯 因為那個 這個人一下去之後 避到他的眼線 上去 比較不會被行動 那個是可以 我只是說 你那個押音後來不見 是可惜的 你要看看 什麼東西適合押音 押音 如果那個提起來 不適合去押音 就不要這樣 它適合就這樣 那這個可以看 你是用那種 後來的貨物嗎 對對對 你不會想留 用什麼的貨物 因為我只會想透明的貨物 這是有方式 還有如果 你後來要加這個線 你可以換貨物 你會想清楚 就後來加了 對那是後面的 為什麼你要 洗雀嗎 它沒有光 它沒有光 你如果你的 身上的強烈的光 跟這個光 比較接近一點 它會從背景裡面 拖出來 就是說 因為它比較 對 如果你的光 打上去 它就像有些延時 有色方面 中間這樣有暗面 它也沒有再強烈 它會從背景裡面 推起來 對 因為這是後面 才加上去 我了解 因為當初覺得 畫面 因為它沒有一個焦點 我想說 對 跨之前就要想 然後之後 應該很有機會 還可以 最亮的跟最暗的 對 比如說它的頭頂 頭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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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案裡面 這三 三條 對 我就會說 你可以想認真 對 不受光 對 對 對 我都認得你了 顧妹 顧妹 希望學長 都可以改 改到你 只要你看到 對 我們是老看 不會 人家是青春 對 對 就這扇子 母鄉衣服 嗯 還有這個 哦 這張還不錯啊 好 謝謝你 加油 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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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